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球听众读者们 大家早 我是北大圣玄 五分钟奇葩N的闺蜜栏目 圆满蜜中蜜语五分钟 今日共享主题东方不败 一致起伏 一伏起报 第一 颠覆传统绝对必要 时代进步一日万里 传统理念彻底不堪负荷 例如 过去主张东方不败的公式如下 一 钱的背后是 把事做到极致 钱自然滚来 二 事的背后是人 把人做好 人与事自然圆满相成 三 人的背后是命 积散人家庆有余 好运自然相随 这个公式仍然停留在肤浅的世间法 显然并未值其时代发展的核心关键 意识时代 以经浮灵 换句话说 东方不败的公式必须被改写如下 方能奏效 东方不败 一致起伏 一伏起报 第二 生化义理 持极核心要害 义理的生化表现为突破化心自现 化心自现是自以为是的心理障碍 例如 缺乏大无卫心的供高我慢 进而懈怠躺平在心理舒适区 眼神无尽的烦恼 两百能量皆以下 佛教为之二执 即我执以及法执 所谓我执又名人执 意执 以虚妄心delusion 执着地被误以为 人有一个实在的我体 至于法执 则指成固执心 错解心外有实体的有违法 以及无违法 简而言之 执着宇宙万法为实用 其实量子力学之父 德国Planck已经指成 心是物质的母体Matrix 他更严明 心的背后有念念相续的意识 以及灵性智慧 换句话说 Planck已经指明 意识是心的导向 灵性智慧 才是最高指导理者 Logos 直视之故 我人应该深化 对宇宙万里的理解 如下 东方不败的初世间盘石是 人的背后是终极本质 Ultimate Reality 以及Planck所言说 心灵智慧 唯有升华思维 超越线上界的二元对立 方能将生命的两大要素 时间轴指寿命 以及空间轴指生活 思维高度升华道 不再受线上界二元对立 以诸烦恼所束缚 得到自然由平日 有向赔福 行善的正能量 200到700能量阶 直接转化为 无向修会的高能量 700到1000能量阶 这才是理直面子 双齐并进 真正的东方不败 第三 直觉思维 触及意识 脑气接口的问世 糟糕世人 意识时代 业以伏林 意识思维 Consciousness Thinking 是时代的产物 这是人人应该具备的时代概念 意识 意指人体 人类个体 对自身内部 和外部存在的感知 或认识 它是我人生活中最熟悉 却又是最神秘的领域 所谓最熟悉者 是有表层意识 即佛教所谓前六识 眼识耳识 鼻识 舌识 生识 就能感知 看得见 听得到 嗅得到 意识作用的功能 至于最神秘者 一直深层潜意识的运作 目前人类 仍无法彻底了之 AI机器人 由2016年 AlphaGo的 逻辑思维运作 迈向 2018年 AlphaGero的 直觉思维发展 就以彰显 以直觉思维为导向 方能触及意识 否则永远在二元 对立 浅诚的现象界 凡夫底 突征 无尽烦恼而已 人类因为 近400年 处于逻辑思维所发展出来的 二元对立矛盾中 思维被禁锢 因此生存危机重重 有鉴于 AI机器人 AlphaGero 转向直觉思维 企图触及意识发展 其探索的高度 远远由于人类 人类存活的理想空间 只剩下 跨领域 对话的跨界融合 其他单一领域的发展 例如银行署超员 保险 股票 营业员 医视技术 数据的判读等 人类已经被证实 彻底败给AI机器人 直觉思维因为超越二元对立 进而触及 深层潜意识 根据这一点 方能超越时空置固 超越因果束缚 在往上升华 则中置如主不动的低性原理 The First Principle 以及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的明年 每个系统都存在低性原理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 不能被省略或删除 也不能被违反 以下共享 经典原因 东方不败 医治起伏 医服起拜 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inking 意志 不受固定的逻辑思维 规则束缚 取而代之 直接领悟事物终极本质的一种思维模式 它的特色不假思索 因此不受表承意识 其前六识 眼耳鼻舌 深意的束缚 直达深层潜意识 阿拉耶识 去此转化 并且 触及中基本质 如如不动的寂灭特性 自觉思维 在佛教归属 不恶中道 non-duality middle way 的范畴 超越空有 贫富 生死 等 恶元对立的矛盾 与烦恼 直辑 东方不败的金钥 由有向 赔福 转向 无向 修会 之共享经典如下 大乘 益章云 一致起福 一福 起报 经典教导 我人应该 福会 双修 甚且一切福报的培植 应该 立基于 无向 般若至 根据这一点 方能尽得 无尽福田 与果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